大家好,我是GameplayHK,我是Elly,繼續和大家玩中間魔師Cacarot 今集我就想把我們的角色練到最厲害的招式試用一下 悟空這次練極大元氣彈 悟空最厲害的招式就要85級 不犯就90級,彼達就80級 一來在水底 對,這個時點很差 出來了 先用元氣彈 這個不是最大顆 不是最大顆就是這樣,都很大顆 誰在元氣彈射一顆螺蟹光 這樣清楚一點,上來再看一次 這顆不是最大,待會再大一點 我努力練一招 好,學到了 只差一個龜球,先裝上去 超特大元氣彈換了極大元氣彈 不過有時候我自己不小心會說元氣彈,因為我小時候習慣了 不知為何,我喜歡一個彈字 我喜歡一個彈字 破了防禦 退後一點,用好一點 好一點 對面又來了 元氣彈不能鬥球 打了進海 這招 這招的好處就是敵人都易中了 是發揮機 我們變成超三龍 又會怎樣 都用到 會暫時變回正常 普通的殺人 都用到 很厲害 為了證明這一招有多屈 這一回合我狂用元氣彈 什麼都不用 我 好像吃光了 怎麼能阻止 你們都在一起 好 根本看不見 不是衝過去 退後退後 對面都差不多死了 再來 吃完就死了 神經病,毫無技術可言 拿到另外一招 超越極限的龜波氣功 午飯都用一些厲害的招式 超越極限的魔閃光 究極 連續氣功波 所有招式都是四星 比達 就Viral Flash 接著是超越極限的吉力黑炮和超級大爆炸攻擊 全部四星 悟空 剛才試了一招 接著都會試超越極限的龜波氣功 找一些雜卒玩一下 比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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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極限的 Final Flash 怎麼會有三角形 剛才有些筆 麻煩 再來Final Flash 死了 繼續 看不到敵人 不,完全遮蓋了畫面 很厲害 好,正方形 哎呀 再來 拍到一下 繼續 搞定 這個大爆炸 太光看不到 待會再欣賞一下有多大 首先我要退後一點才行 還是看不到,再後一點 這裡 在這裡 超越極限的 比達這招 比達做幫手試試看一看 好了,不快自己來 超越極限魔晒光 究極連續氣功波 有過場 好,很棒 現在我抱著兩個球 全卡 好,不犯些招 補血更好,可以讓我試試一點 不追了 隨便射個魔線歌 都是悟空和彼達好用,這些大範圍攻擊就是最棒 悟空輔助,看勇氣有多大 辛苦你了 我忽然忍到最後看 看 你多不公平,我亂攻擊就不中,彼達亂攻擊就中 好,再用一次這招,要過場 我還沒想過 彼達也很帥 不過其實自從我們有大爆炸後,這些招式我就一般了,浪費時間 我記住到悟空 啊,勝負 等下試試試招,先吵氣 哇,這麼兇? 這傢伙其實是82 謝謝你,不扮 第2隻 彼達 元氣泳 好多震撼 那這一招呢 撕完最厲害的龜波 搞定了? 哇,最強招式試完了,還在附近看到17號 剛才我們的招式你以前沒見過 如果大家真的升到這麼高等級,學到這麼厲害,去打 報勾,根本就是很輕鬆的 不過都很漫長 看大家喜歡直踩主線,還是一邊做主線一邊升等級 今集玩到這裡 我們練到這麼厲害,希望真的有多些額外劇情可以再玩這隻遊戲 不要浪費我們這麼高等級,以及學了這麼多招 各位龍主迷,繼續留意我們 如果這隻遊戲還有一些搞笑的,再拍給大家 下次見,謝謝,拜拜